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不仅支持将手机变为电脑摄像头 而且还为摄像头选项添加了高级设置 提高用户的生产力 但该功能默认隐藏 依然需要使用激活工具进行激活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仅限Microsoft应用 选择开发人员频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等待更新包下载并安装 现在更新已经安装完成 重新启动计算机 为方便视频的观看 先将主题设置为Windows 11默认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此电脑 在本地磁盘C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杀新完成 选中以前的Windows安装文件选框 如果不清楚该选项 C盘的大量空间会被占用 如果后续需要还原以前的系统 请不要执行该操作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完成删除垃圾文件的操作 下载隐藏功能激活工具 LiverTool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下载之后将激活工具进行解压缩 进入到LiverTool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系统设置 左侧点击蓝牙和其他设备 右侧选择摄像头 首先将一台手机变成Windows 11的摄像头 详细教程可以观看推荐视频 这里就快速进行连接 不再演示具体连接过程 将原来的设备移除掉 重新添加设备 现在已经添加成功 手机可以变成电脑的附属摄像头 而且最新的Windows 1124H2 可以直接在文件资源管理器访问 Android手机的根目录 具体教程 可以观看推荐视频 现在打开系统设置 左侧点击蓝牙和其他设备 右侧选择摄像头 点击刚刚添加的手机 现在的画面就是手机拍摄的画面 视频可以通过Windows设置进行旋转 点击高级相机设置后面的编辑按钮 这两项设置就是最新版Windows 1124H2 隐藏的功能 从功能描述看上去 这两项功能有很高的实用性 如果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留下一键三连 谢谢您的观看